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在三號風球之下 跟我們一起開發 開發 我們還沒看你那個 《飲可樂真人測試》的報告 在驗身報告之前 我們先請大家看看有關可樂的傳聞 聽說可樂可以通渠, 又可以去壽 整個雞蛋放進去 蛋殼會被它泡到虧了 所以牙子泡到可樂幾天會沒了半隻 這麼恐怖? 是的 我們在網上找到很多 關於可樂的恐怖傳聞 當中有人說 將雞蛋泡在可樂裡 後面整層雞蛋殼會被溶走 又有人說將牙齒浸在可樂幾天 大半隻牙會被溶化 究竟可樂對牙齒的傷害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為了求證傳言的真實性 我們真的預備了兩隻牙 一杯清水和一杯普通可樂 然後將兩隻牙分別浸在清水和可樂裡 經過五天的浸泡之後 結果會是怎樣呢? 浸著水的牙齒絲毫無損 只不過, 浸著可樂的一隻牙 直徑就由原本的6.5毫米 變成6毫米 雖然沒有傳聞中那麼恐怖 但可樂侵蝕牙齒的說法 似乎真的有可能 你浸一種東西, 譬如牙齒 牙齒有發浪質 凡是有酸性的蓉子 你也可以將牙齒侵蝕 雖然我們喝可樂 都是直接喝下肚子 不會像實驗一樣長期浸著 但長期喝, 大量喝 可樂依然會對牙齒造成傷害 可樂裡含有一些碳酸水 這些碳酸水的酸性很強 在2007年, 美國有一篇文獻發表 它的酸鹹度低到2.5度 可以引起牙齒酸食, 侵害牙齒 在香港亦有些病人 是由於過分喝可樂 會造成一些牙齒的傷害 喝可樂的會溶解了髮囊質 令到象牙齒走出來 這個情況令牙齒有過敏 嚴重一點, 它可以入到牙齒 令牙齒生命會受到傷害 如果喝太多可樂或汽水 導致髮囊質溶解 後果可能會很嚴重 我們這裡發現 有些病人嚴重到 他可樂侵害的牙齒 不單是髮囊質溶解, 髮囊質溶解 而令牙齒受傷害 結果牙齒失去生命 要導牙齒才能救牙齒 各位, 碳酸水的酸性 真的溶解了髮囊質 嚴重到還要導牙齒 請客人引起水, 會再變成 不能 你喝了很多可樂 如果你也喝了很多可樂 因為我便喝了很多可樂 不是不算有很多可樂 所以我甚至並不像 不像是有透過可樂 你看, 神經病, 馬上水分的 就是麻煩, 差不多 事情已經和牙齒 你也可能那個可樂 每次喝了很多可樂 那兩個可樂 不是嗎, 但這兩個則用來 快點去預訂牙醫 聽師傅的忠告 不過我有點要留意一下 知道嗎? 其實我知道一罐可樂等於七粒糖 所以對於我們新型的朋友 喝得太多可樂真的不太好 是,吸收糖分多,絕對後患無窮 下一節我們會訪問一位50歲男士 懷疑她大量母子製喝可樂 而到想患傷糖尿病 還有,待會回來會公開袋袋 喝這麼多可樂 此後的驗身報告是怎樣 看看有沒有胖得胖 不見得胖